詞曲 李宗盛 我們五點鐘開始為大家帶兩場的比賽 首先第一場比賽是要由日本隊來出戰是美國隊 那麼今天在這兩場比賽的現場直播方面 你好 張力軍很高興為您邀請到明球瓶 同時也是聯邦版資深記者李懿生 這場比賽兩位還有全體的工作團隊 在台北市立綜合體育館為大家帶來轉播的副 球員你好 在美國隊這場比賽的索派出的先發 則是有二號的TELA4 另外三號的LACQUIDA 好 賽前兩隊戰績方面 日本隊是兩勝一敗的成績 那麼美國隊則是吞下了三連敗 當然美國隊也是本屆到目前為止 球是非在地還沒有開張的球隊 一開始就執行打點了 美國隊今天的打 九號的牛田優里 昨天打得非常的出色 所以他拿下15分 另外抓下六個籃板球 那昨天縱化藍隊 這個可以說是第一個 守不住四十一號伊藤公子的攻輸 讓他昨天是傳出的有十個助攻 再來當然就是二十號的先發的阿布信英 昨天守不住他的外線 昨天阿布信英全場投進了五季三分球 全隊一共投進了有十一個三分球 那其中他投進了五季三分球 然後三十一號的高田投進了四個三分球 讓這兩個球員投進了共九個三分球 昨天日本隊二十號的阿布信英 他的投籃精準度讓大家探為觀止 而且他幾乎是不用描籃 那是一個直覺式的投籃 他還不到二十四歲 你知道嗎 他連日本國家隊的大名單都沒選上 所以你看這麼犀利的射手 可是在日本女男 但他那個籃球的能量 還有冒發力非常的強 真的 他怎麼打控球 國內這些年輕的控球 會真要多學學 昨天對中華藍隊的比賽 這個對所有中華對亞裕國家隊 傳出的十個助攻又得了十一分球 他在日本隊裡面 他通常是踢取上陣 可以打二三號的位置 很多真實 MASAMI 不知道能不能幫他取個外號呢 叫做The Truth 嘿嘿 對不對 可以喔 合理吧 非常合理 帶一步之後出手得分 Kennefer Kennefer其實到目前為止 表現得還不錯 目前還拿下八分 在往中間給的時候 結果美國隊快手把就可以抄走 Kennefer在急攻的情況下 直接出手得分 美國隊這個上半場比賽 打得算是蠻不錯的 現在領先三分 拿把球被美國隊 十號的Chichika Sherwood 給拿到 Kennefer自己殺過來 出手得分 哇 這部伏特車 還是蠻耐用的 而且他回手也蠻快的 體能上非常的好 四四比四在線 美國隊的反彈板球 被美國隊給拿到 對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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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伏特車 雖然不是那麼快 但是他還真的蠻耐撞的 還是可以撞出一條血路來 這伏特車 如果到小巷弄裡面 他今天把昨天 應該投進了 高田細枝 或者是 阿布星音 全部都投光了 對 哇 這專門丟手榴彈的 美國隊好球 長驅直入 哇 這部伏特車 真的 越跑越快 美國隊還是咬得住比賽 五十九比五十六 美國隊犯規 七十七比七十 這個球被Talepro 抓到籃底下 看是不是還在台具犯規戰術 五十五 你應該可以注意一下 你看三號李真宜 他的出手跟他的身形 像不像藍隊的藍浩宇 哇 真像 真的 如果你把他的遮起來 臉遮起來 你真的那個身材 跟投籃的動作 還真的有幾分省事 對 加上這一次 其實藍白兩隊有吃一桶 這髮型幾乎都一樣 都一樣 更難分辨 對 連髮型都差不多 而且身材也差不多 這次清算加法 又是吳英傑嗎 短短二十秒 被兩個犯規 沒錯 現在中豪隊在一二號的表現 真的 哇 可圈可點 Talepro 這次清算加法 又是吳英傑嗎 短短二十秒 被兩個犯規嗎 沒錯 Talepro 三分球 輕嫩一點 其實他在兩分球就可以投了 很刻意的他要 很刻意的 Talepro想要說 我在兩分球接到球 他運一下 運到三分球外面來 想要得三分 可是你得三分的時候 你那個力道就稍微差 十五歲 這個 很多十五歲 現在還在放棄下 他在跟著國家隊 要準備去世界分 Talepro這次的切入競算 還造成了犯規 有機會來完成這次的三分打 不過十五歲 在打國家隊 有時候真的 比如說他跟這個 經典組兩個人的差距 就差了一米還是不夠力 然後比較搖晃一點 對 以我當教練來看的話 真的會怕 怕受傷 所以這個 已經 今天其實美國隊 也沒有打成他們 應該最具有侵略性的比賽 不過Talepro 這個時候先拿兩分 還是運用場上五名 位置都不太區分的球員 高度的提升 是一個最大的改變 對 切入的高難度上人得分 這是Taylor Ford 另外一個Ford 也是帶領日本隊 這個年輕的U18的交投 美國隊要打在 第一節的最後一波進攻 結果到中間 差點失誤 再來之後Taylor Ford 比小的兩分球投進 這局有點打手的嫌疑 把Star Wars自己帶快攻 給到右半邊 Taylor Ford 投中距離有了 殺到進去 左手的上籃得分 結果中華隊再拿到 右下位給到底線 右軍也不急 但是發生失誤了 前兩天是脫胎換補 中華白這邊一定要做出一些反應 又發生失誤 美國隊前面有快攻 先把他擋下來 不管是團球不管是 我們的HBL已經過快了 可是我告訴你 日本的高中女男更快 所以日本隊為什麼 在這些矮小的身材裡面 他們的投籃穩定性變出 他們對於身體的對抗 跟包夾也變出了 而且日本隊還有這個職業的臉 看之後沒進 中華隊在千辛萬苦 總算是保護到這波籃板球 又是失誤 差一點又是失誤 那現在中華白隊的球員們 我們的防守正式就是